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辰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 今天是禮拜五 那麼也許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很多人會去關心說 那禮拜六的選舉 選舉的結果會怎麼樣 那選舉的結果 會不會影響到下個禮拜的台北股市 我認為我的看法 選舉的結果不會影響 很大的一個台北股市的什麼一個方向 基本上選舉的結果 也許對某些政治的意義有一點 但是對於股票市場 這個是一個經濟的櫥窗 選舉結果你說藍營綠營 那個結果我認為它不重要 那什麼才是真正股市的資金 它最關心的是什麼 最關心的是 明天選舉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很和平的 大家都沒有奧波 大家都很公平很順利的 選出一個結果 那就對了 只要中間沒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什麼兩顆子彈啊 一顆子彈啊 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沒有發生 它就是不確定性的因素 就消除了 對股市的資金來講 它最關心的就是這個叫不確定性的因素 而不是那個選舉的結果 所以只要你這兩天看到沒有這些意外發生 這個不確定性的因素就消除 那麼有三種類型的股票 一種是在選前它早就已經箭在弦上了 它只是等一個這個不確定性的因素 消除之後 它的箭馬上要射出去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很多大型的集團 它開始在計畫 一個月後的年底的結帳 有步驟有動作 其實我都看到了 然後12月31號的這個年報 它這個年報又跟3月31號 你看到的年報 因為你這個地方沒有看到年報 這個地方只差這個價位 它的整個集團做這樣的價位 落在什麼地方 它會決定3月31號 看到的財報 會出現什麼樣的一個數字 這是可以控制的 那但是也有第三種類型的股票 就是選後 趁大家所謂的資金量能回潮 然後開始落跑 也有一些個股 是等著選後 你們選錢都不買 選後才要買 那我就選後賣給你 有沒有這樣的股票 有啊 所以我們要看清楚喔 這是第一個 我認為選舉結果不重要 但是選舉的過程很順利很重要 這是我們資金真正在看的一個 是那個過程不是那個結果 那還有一個 在下個禮拜 比台北股市這個選舉更重要的一個因素 在這個地方 這個比選舉更重要 其實也比選舉更決定股市真正的方向 那美元現在都一直停在這個地方 他幾乎是文風不動 他幾乎是文風不動的停在這個高點位置 這個地方 只要美元稍微鬆動 稍微鬆動 美股會稍微震盪 但是每一次震盪完之後往上 震盪完之後往上 包括這個動態平衡 動態穩定的這個這麼長的時間 將近一年多的時間 他也都是震盪往上震盪往上 所以如果美元在下個禮拜有鬆動的現象 你要去注意 那個跟台股連動之間的一個震盪的低點 是選後的第一個機會 這個美元跟美股之間 跟台股之間的連動 目前還是少不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 反而是比選舉的結果更重要 這是一個 然後裡面的結構呢 對不對 目前來到9200點這個地方 股市的結構對不對 我認為還好 因為禮拜五漲的是航運股 航空股 那麼航運股跟航空股呢 本來就是 這波行情裡面的領先股嘛 只要是領先股在帶頭的一個結構 它都是一個好的結構 至少不是落後的股票在帶頭漲 那航運股呢 這裡又有幾個現象 你像旺海從這個地方是15塊5 我跟大家報告的過程裡面 這裡有一點點我看不懂的地方 整理完之後 然後它再漲 好 從15塊5 漲到27塊6 現在你看它是結果 可是一開始 一開始整個市場上 我幾乎是第一個 跟大家報告 航運類股 航運類股的萬海 在16塊這個地方 其實市場上是沒有人講的 那我除了從技術面看到之外 我還從它的財報看到 當時看到的其實是第二劑的部分 第二劑 1.85 15.5 乘以1.85 大概就是28.6 當時換算的價位其實是28.6 那麼今天已經來到27.6 所以它最大的可能就是在這個地方 跟這裡一樣 做另外一次的整理 對這個地方做整理 這是航運股目前的一個位置 從萬海來看 因為萬海是這一波的航運股當中 比什麼長榮航 中華航 航空 所有的航運航空股裡面 它最先漲的 是萬海 那另外 你說這個萬海 我沒有去買 因為我這裡沒有畫一個紅色的框框 我沒有畫一個紅色的框框 我就不會去買 因為為什麼沒有一個紅色的框框 因為它是直接拉上來的 直接拉上去 然後在這個地方才整理 然後再漲 所以這個地方沒有買 但是你至少要看得到 可是如果我只要畫 這種類型的K線 周線上這個紅色的框框 你就要注意 這個紅色的框框 它又從35塊 漲到63塊 也漲了80% 那這個紅色的框框裡面 極短線 極短線是從 這個地方來的 是從這個紅色的框框來的 這個紅色的框框 從35塊多 漲到63塊 這個 跟這個 這兩個紅色的框框 就是我要給各位的 我們從去年11月到現在在談的 基本上 最根本的問題在這裡 你不要想說 短線我要怎麼賺 然後我要像怎麼樣標股 你只要掌握兩個原則 基本上你選到的股票 都是不會太離譜 不管這股票你認不認識 人家也可以漲 80% 所以當你掌握到一個股票的起點 一個中線的起點 短線的起點 過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檔股票各位都看過 那麼你說賺了50%以後 這個中間的過程難在什麼地方 這裡很想賣 這裡有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我每天都好想把它賣掉 因為你是27塊 你這個地方是27塊 28塊你開始買 看它上來 這裡每天都想賣 有沒有好的方法 可以讓你賣得更好一點 有沒有好的方法 可以讓你賣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而不是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有 等一下大家仔細看 這個就是 這個都是前前後後最重要的地方 有很多觀眾朋友投資朋友問問題 你本身問我問題 問我線上的助理問題 你問題的本身就不清楚 你說短線要怎麼做 那買點怎麼找 其實問題不清楚 你應該說回到最根本 你有沒有弄懂我這個紅色的框框 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3289的伊特 這裡又一個紅色的框框 然後我還寫了一大堆的理由 這個位置是在27塊6 27塊6 然後當它漲上來漲到49塊8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方法 這個紅色的框框是方法 短線 中線 這兩個框框你掌握了 中間的過程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它很難 你怎麼樣繼續抱上去 我現在就要講這個中間的困難 好 然後到49塊8的時候 到了51塊的時候 你每天都想賣 每天都想賣 每天都想賣 那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從27塊到40塊到50塊 其實它不是只有到這裡 它最後等到97塊 從27塊40塊50塊97塊 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樣好的方法 讓你不要隨便賣掉 包括我們自己 其實我所有的問題都是 從我自己出發 我做得到 我才來跟大家講 所以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可以讓你真正賺到這個大錢 買股票大家都會買 買股票大家都會買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你怎麼真正賺到大的 好 所以方法在這個地方 以下這就會再來 你就是要在中間過程當中 有人幫你做價位的設計 華航 這裡才10塊2毛10塊3毛 你就要先看到 又一個紅色的框框 這個紅色的框框呢 讓華航這檔股票 從這個紅色框框看起來比較大 這裡10塊2毛10塊3毛 各位對照 就是這裡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上來之後 它幾乎都沒有去點到停損 你說漲上來之後 這裡又有另外一個紅色的框框 然後再看到今天 其實這個過程是可以經過價位的設計 讓你去看到的 所以從一開始10塊3 到今天差不多30%左右 中間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有 就是你要先看到 短線這個地方 然後去看到這個過程當中 你怎麼去幫你自己 或者是我幫你做一個 價位上的一個想法 價位上的設計 這個過程很重要啦 我上半段其實講了三個東西 各位記得 一個中線一個短線 一個這個過程裡面 你怎麼樣去幫自己 做好這個規劃 價位上的一個設計上的一個想法 這個都是賺錢的根據啊 這個不是憑空 我隨便跟你講說要賺大錢 不是用嘴巴講 然後我們再看 如果說 我以上講到的三個步驟 你都沒有心 也沒有力 也沒有意願 都沒有想要去把它弄清楚 然後你就想賺大錢 你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你就會看到說 這股票強不強 強啊 熱不熱門 量夠大啊 昨天的量25000多張啊 今天量1萬多張啊 這個是不是向上爆量 我昨天前天再提醒 向上爆量你先不要追它嘛 向上爆量你先不要追它嘛 好 然後另外一個 如果你前面三個步驟你都不弄懂 你會不知道它壓力在什麼地方 所以為什麼昨天很強 今天不強 是這個位置的關係 還有它成交量跟融資之間的關係 這些都是我要給各位投資朋友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的啊 這些都是你在會員專屬分析附錄裡面 你看不懂你可以問 看不懂一定要問 因為我要把它傳承給你 傳承給各位的過程裡面呢 今天 禮拜五或禮拜六或禮拜天 這三天當中 有一個年度的1加1的專案 一年一次 1加1 什麼叫1加1 廣告中的電話可以 三家利用跟我們線上的助理 詢問一下 下半段回答我要談 下個禮拜的一些重要的內容 我們待會見 分過頭 欣宜會變落選頭 現在當選邊緣靠您搶救 11月29號 投票大安文山 4號王欣宜 評價婚禮 頂時享受幸福就從一朗開始 關於幸福等待 就像是我倆人生故事的前導片 給你一場高貴不貴美麗回憶 老店新開 風華再現 一朗以全新面貌為您服 真 股市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效常宏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服務 為了釐清複雜難充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迷思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效常宏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頭痛 請用日分珠 趣聽 請用趣聽五分珠 五分珠 早 夠好 爸爸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整个行情进入12月了 下个礼拜就12月1号 在9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预估10月份的K线 这是月线 到底是红K线 它就是两种情况嘛 一个是像这个地方红K线 一个像是这个地方的长下影线 9月30号预告10月份 结果10月底 它确实是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那你说这个下影线的位置太低了 8500点 其实你仔细看 这里有一条绿色的参数 绿色的参数 可见我用的参数还是不错的 这是经验值嘛 这是一个经验值的一个参数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长下影线 所以这里为什么有一个长下影线 但是这个长下影线 你9月底提早一个月 你是可以去预估到的 到10月底 我们预估11月份会出现红K线 所以要找低点 那到今天11月底了 今天11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11月是不是出现一个红K线 所以这个都是命中 那下个礼拜进入12月呢 给大家一个位置 如果下个礼拜直接收过9236 那么拉回的强度会比较强 震荡的强度会比较强 如果下个礼拜9236没有收过去 那么它整理的强度会比较弱 但不管怎么样 上班上我谈过 领先的结构是对的 像今天涨航运股 涨航空股 那有三种类型的个股 其实我只是不想讲个股 但是里面都有个股的内容 一个是筹码集中 我心目中的大鱼 有几掌的机会 第二个集团作战 从12月1号开始重新启动 因为礼拜六的选举 礼拜六的选举 只要没有出现奥博 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意外 不确定性的因素就消除 一消除集团作战开始启动 一启动不是只有为了12月31号 还要让你看到3月31号的年报 当然这个年报出现的时候 可能是数字很漂亮 但是主力要出货 以集团的作战的角度是这样子 我把年底的账做很漂亮 但是你看不到 你会到3月31号你才看到 哇 第四季 年报是整个今年的年报 怎么那么亮丽 当你看到那个财报很亮丽的时候 它要出货 所以连这个时间点 我都在帮大家注意 然后本土的资金回流 这个本土的资金回流 我讲的不是这种类型 我讲的不是像这个叫 这个算不上什么本土资金 你用融资的主力 会去用融资的主力 也算不上什么大咖的主力 这个用融资的形态 我昨天跟大家报告过 如果没看到 你看昨天的影片 这个也是用融资的主力 因为散户不会用融资这样追 只有主力会用融资去买这一段 可是它什么时候会败 就像这个用融资的主力 什么时候会败 当它量越做越小 量越做越小的时候 越做越没力气 越做越没信心 越做越整个资金的 越窘迫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跌 跌的时候都没有量 所以这个就是主力用融资的一种形态 顺便跟大家做一个教学 还有一个 下个礼拜 等大家准备进场 他想要绕跑的 还有这种类型 这个很复杂 前面这一段 是投信买 投信到这个高点开始出 可是出给谁呢 出给外资 这个外资是谁 然后出给融资 这个融资又是谁 然后真正下来的时候 反而外资开始出的时候 融资还在买 它先跑第一段 它再跑第二段 然后融资还在买 因为散户的行为里面 就是只会用融资一直买 用融资一直买 好 这又是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来谈一个比较有趣的 比较有成交量的个股 这个个股里面呢 算不算我昨天谈到的向上爆量 我昨天谈到说向上爆量的股票 打差不要 好 现在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这档股票是不是向上爆量 昨天啊 昨天这个算不算 5万多张啊 5万多张算不算向上爆量 所谓向上爆量 你要去看到后面的量 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判断 但是这个上来的过程里面 有很重要的地方 我要带大家看 因为这档股票也有可能 只要有机会 我们会去做切入 但是我没有讲切入之前 没有讲动作之前 有几个地方 我希望就是你是看电视的投资朋友 你也稍微了解 这种形态上面的突破 它很强 因为它违反惯性 惯性上应该回来 可是它反而是去突破上升的线型 突破上升线型 它需要更大的力气 所以它出量是没有错 因为它需要很大很大的力气 但是从第三季的财报里面 其实它本来就 第三季特别好 它没有一个常态 它是第三季特别好 第三季特别好 好到很好 好 那有没有更大的力气 让它去做一个上升线型的突破 在昨天 我先把这个图印出来 给我们投资朋友 是要提醒说 看这种股票 你要去看它量的形态 就跟这个地方一样 注意它量的形态 那这种量的形态呢 在这种位置的时候 下降的线型 它都洗不掉融资 洗不掉然后量又缩 然后它就下来了 这段跌很重 你不要看小小这一点点 这一段是几乎腰斩在腰斩 可是这一次呢 它用一个上升线型的突破 然后你看这两边是对称 中间是一个圆形底 这个圆形底我们以前谈过 圆形底都是公司派 那圆形底都是高手 我们不要讲公司派 都是高手 因为它不怕时间 它时间多得很 它可以跟你做这样子的一个 很圆形的底部 然后它违反惯性 所以你要有耐性 包括未来就算它要再涨 也一样要很有耐性 可是前面这34块呢 这里是5块 这34块又是谁做出来的 又是投信 投信又做出了这个高点 做出了这个高点 高点跟次高点都是投信做出来的 然后就开始底 所以你不要太相信 这些法人的操作 那下个礼拜呢 有一个人的操作呢 你要相信 有一个人的操作就是他 有时候他是用这个户头 有时候用这个户头 然后明年又有这个户头 下个礼拜这些 只要没有不确定性的因素出现 他们就开始归队 归队之后呢 开始台股这个闷锅会打开 台股这几个月 从7月8月9月10月 这几个月的闷锅打开的时候 你要先把你该准备的 基本的方法 基本的工具 基本的观念 基本的选股 对的方向 有很多个股 经过这个地方的一个整理之后 对的方向要重新开始 对的方向你要勇敢去坚持 而不是去坚持错的方向 对的方向 那么对的方向坚持 下个礼拜四 又有一个立法院的大户条款要审议 那下个礼拜四这个大户条款 我的看法呢 至少他会留一个活路 他不见得会马上通过 这个大户条款的降低 或者是解除 但是他会留一个活口 就是随时可以改变 变动这个大户条款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我认为 下个礼拜的机会是并存的 但是这个机会 也要有很大的一个准备 那准备的过程里面呢 你可以利用假日当中 我们都有值班人员 接听你的电话 在假日当中 你有任何问题 随时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询问一下 什么是年度 一加一的专案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也祝大家假日愉快 我们礼拜一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去车 我不只有车 我还有司机 认真 负负投资人 久后不开车 真 股市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 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线 02-8101-06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课报 为了您新复杂 难党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真 股市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 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线02-8101-0600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岛块 随秘性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鹅牌气密窗